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曾经最大的走私案 它背后更多没有被展露出来的故事 2011年7月21日凌晨 加拿大温哥华机场里空荡荡的 几乎没有啥旅客 唯有国际航班的大厅里 挤满了各路媒体的记者 他们手持长枪短炮 带着看好戏的心情 耐心地等待着加拿大移民部的人出现 因为早在2006年 同样是在温哥华机场 就出现过戏剧化的一幕 当时移民官员在遣返一名中国籍男子的过程中 这名年过半百的中国男子大喊着冤枉 然后就趁人不注意 一头就撞向机场大厅的一根柱子上 当场血流满面昏了过去 遣返行动以失败而告终 那么五年以后会不会戏剧化的一幕又再度上演呢 记者们耐心地等待 但是从21日凌晨一直等到了22号下午 加拿大的移民官员却一直没有出现 就在记者们以为遣返行动泡汤了的时候 传来了消息 犯人已经通过特别通道登机被遣送回了北京 记者们没有抢到新闻都垂头丧气 那为啥两次遣返行动都会如此万众瞩目呢? 那是因为被遣返的犯人叫赖昌星 他引起了中家两国长达12年的争议 他是中国1949年以后最大的走私案 远华走私案的主犯 之所以叫远华案 那是因为赖昌星的公司名字里有远华两个字 1999年4月20日 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的罗干 开始立案调查远华走私案 状案组就以日期命名叫420 根据官方的报告 远华案所涉及的走私 以及漏税金额高达830亿元人民币 这在1990年代末期是天文数字 不只是在1990年代末期 哪怕今天来看这也是个天文数字 涉案的官员有近千人 厅级以上的党政官员就有16人 在官方公布的各种调查资料中 最引人遐想最香艳的 莫过于这栋不起眼的七层楼房 因为全楼的外墙都是红砖器的 所以又被称之为红楼 而红楼就是赖昌星生 以得以兴旺发达的秘密武器 红楼建在厦门的湖滨工业园 据说赖昌星花了1.5亿元建造和装修它 要知道那可是在30年前的90年代的1.5亿元 红楼一共7层 每一层的功能虽然不一样 但是都可以用纸醉金迷来形容 比如一楼大堂地上所铺的 就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全手工地毯 二楼设有12个单间餐厅 每一间都有红木雕化的桌椅 还有几名高级厨师随时待命 三楼是桑拿按摩房 每间按摩房都有一台进口的双人冲浪按摩浴缸 引人遐想 四楼则开设有一个小型夜总会和小型电影院 里面的音响设备全是国际顶级的豪华品牌 随时播放着不可描述的影片 第五层楼是酒店 其设施完全可以媲美五星级酒店 第六层楼是更豪华的总统套间 而第七层楼则是赖昌星的私人办公室 当然 红楼后来声名远播果然很红 关键是在于他提供的特殊服务 资料显示 赖昌星精挑细选了40多名妹子 各个模样标志身材火辣 美媒们经过特殊培训之后 被安置在不同的楼层 赖昌星根据客人们官位大小的不同 让美媒把他们领入不同的楼层 不同的房间 在各种各样的色情公式下 官员们的各种丑态 都被隐藏在暗处的针孔摄像机 拍摄了下来 接下来 这些隐秘的录像带 就成了赖昌星最重要的武器 如果客人 也就是官员 在走私生意上不帮他 不给他开绿灯 他就会拿出这个重要武器 于是客人们就只好乖乖就范 赖昌星从此风生水起 成了中国最有名的走私大王 上面这个版本的 关于红楼和赖昌星的故事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可以很容易查到 可以说深入人心 因为这是420专案组所公布的资料 远华案前后调查了两年多 有300多人被判刑 其中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 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庄如顺 厦门海关关长杨前县 公安部副部长李济周等人被判处了死刑 后改判死缓 军方的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 姬盛德被判无期徒刑 而主犯赖昌星早在1999年4月份之前 就听到了风声 就带着老婆和孩子 跑到了加拿大申请避难 而且还大喊冤枉 说远华案大有乾坤 远远不是表面上 一起经济案件看起来这么简单 如果把他遣送回中国 他说必死无疑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 来自赖昌星版本的 这个故事是怎么说的 加拿大温哥华市市中心 有一幢老式建筑 外表看上去古色古香 却内有乾坤 这里就是温哥华岛区域成交中心 直白地说就是一座监狱 而且是专门囚禁男犯的监狱 有的囚犯是已经判刑 在此服刑的 有的是还没有宣判 先在这里关押一段时间的 2001年2月的一个上午 一名中国女子走进了这庄建筑 她叫盛雪 是一名记者 她外表柔弱内核强大 此前曾经连续几个月 在多伦多唐人街的中餐馆 地下工厂和农场 采访中国偷渡者 写出了系列深度采访报道 发表在加拿大的时事周刊 麦克林上 拿到了2000年加拿大新闻界的最高荣誉 加拿大记者协会奖 盛雪这趟来监狱的目的也是要采访 我想大家也都猜出来了 被采访的对象就是暂时被积压在这里的赖昌星 盛雪也的确有记者的能耐 没有交谈多久就让赖昌星打开了话匣子 当然作为精明的商人 赖昌星选择此时吐露故事详情也是有原因的 他想通过曝光更多的内幕来保住自己的小命 我们下面所讲的就是来自于赖昌星的字述 赖昌星1958年出生于福建省近江县青阳镇稍挫村 是一个农户家庭的孩子 父母一共生了八个子女四男四女 赖昌星在男孩当中排行老二 全村人都穷得叮当响 赖家也不例外 再加上政治运动不断 赖昌星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 为了混个饱饭 年幼的赖昌星跟着哥哥以种地和四处打零工为生 1976年文革一结束 头脑灵活的赖昌星立刻集资 开了一家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 经营汽车配件 以及做车辆修理 攒了一些钱以后 他又看准了纺织业 于是他又开办了纺织机械厂和服装厂 他把企业搬到了厦门 同时还开设了印刷厂 雨伞厂 总之什么赚钱他就做什么 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赖昌星已经有几千万元的资产了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富豪榜 一说一个家庭能够拿出一万元人民币 就算得上是有钱人了 所以当时有万元户这一说 赖昌星有几千万元资产 绝对在当时的中国是能排得上号的富豪 许多官员到厦门去 都要到赖昌星的公司里观摩一番 于是赖昌星也就成了厦门的知名人士 结交了不少政府官员 赖昌星凭着超强的生意秀绝 做工厂赚了钱以后又跑到香港炒起了房地产 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里就赚了三亿港元 赖昌星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 但是他的生意头脑绝对是港港的 赖昌星开始不满自己的家庭小作坊了 想着做大生意 他就开办了厦门远华电子有限公司 按照赖昌星的规划 他想做规模化的国际贸易 所以给自己的公司起了远华这个名字 赖昌星在上海和厦门港 分别建了四个正规的堆厂 所谓堆厂就是指进出口货物 临时存放的场地 赖昌星深谙在生意场上 吃毒食走不远的规则 所以每一个堆厂都是和别人合资的 有的是和码头合资的 有的是和别的公司合资的 而且这些堆厂也成了 后来赖昌星向记者自证 远华没有做走私生意的证据 因为按照常理来说 走私的货物是不会放到正式堆厂里的 执法人员会经常到堆厂里来抽查往来的货物 走私货只能够放到隐秘的仓库里 所以赖昌星也对远华走私案这个提法大喊冤枉 那么他是怎么成了中国政府通缉的第一要饭呢 赖昌星有自己的解释 我们接下来会谈到 长袖善武的赖昌星甚至还向厦门公安局申请到了一个海上赌博的牌照 94年他承包了厦门三连公司的一艘邮轮 吉美号 航线是从厦门开往香港 船上可以容纳近千人 当船一离开厦门港 赌博派对就可以开始了 赌徒们就可以尽情玩乐了 赖昌星还在厦门复原了一座四分之三大小的天安门城楼 根据赖昌星的字数 因为他当时观察到关于阿哥格格们的轻工具很火 他就想着把故宫颐和园天安门都通通山寨到厦门来 既能够打造成影视城出租给剧组 又能够成为旅游景点 赖昌星这个构想比浙江恒电影视城还早了好几年 总之赖昌星的商业版图里应有尽有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 他每年有几亿元的营业收入 那么赖昌星作为一位没有什么特殊出身背景的私营业主 是如何做到短时间内财富爆发式增长的呢 用一句话简单总结就是 他真的做到了手眼通天 赖昌星向记者说出了一长串他所认识的达官显贵的名单 这个名单上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等中央一级的高官 下至福建省省委书记 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 厦门海关官长等地方一级的官员 从上到下通通都包括进去了 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江泽民 朱镕基 罗干 曾庆红 吴仪等等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 他们的83位贴身秘书赖昌星全都认识 他甚至能和江泽民最信任的秘书 以哥们相称 和当时的政治局委员贾庆林 也互相欣赏 是闲聊的好搭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的牌友王汉斌 还帮赖昌星办了中南海的车牌 这样赖昌星的车 可以随时开进钓鱼台和人民大会堂 总参情报部的副部长姬胜德 和赖昌星如同败靶子兄弟一般亲密 赖昌星还是公安部副部长李济周的座商宾 赖昌星说自己为了报效祖国 加入了谍报体系 他为中共的国安军事情报系统 花了一千多万元买情报 因为他和台商有往来 所以长袖上午的赖昌星 也成了台湾前警备司令陈首山的座商宾 他声称自己每个月都在为 在台工作的十多个重要的中共特工发工资 至于这些人是谁呢 赖昌星没细说 只透露其中一个人的父亲 在两千年代时还在总统府就职 当然赖昌星在采访当中极力否认 自己和这些高官以及高官秘书们 之间有什么利益输送关系 似乎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纯友谊的 但是盛雪的采访共有一百多个小时 赖昌星稍不注意就会露出蛛丝马迹 比如他透露给了厦门市副市长蓝甫200万元 给了厦门海关关长杨前县一套别墅以及豪车 又送给李济州家人好几笔巨款 让公安部部长贾春旺的儿子来自己的赌船上赌钱 输了就自己给贾公子套腰包报销 赢了300多万元就让贾公子都拿走 其实今天的人们早已经熟知 要想在中国做成大生意 没有政治靠山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外资那些跨国公司到了中国 也必须符合这一点特殊国情 所以赖昌星的做法在今天的人们看来 其实没有什么太出格的 那请问他怎么被扣上了中国第一走私犯的帽子了呢 那是因为麻烦也是来自于他所熟悉的这些靠山 根据赖昌星自己的辩解 远华案之所以成了中国第一大走私案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权斗 而且是来自于几个层面的权斗 在中央政治局层面 朱中基因为主张反腐败 他的手下爱将 前人民银行副行长 香港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 于是就成了被报复的对象 1999年朱小华被双规 2001年被捕 逮捕令是江泽民亲自签罚的 朱小华被捕后 妻子自杀 只留下了年幼的儿子 可以说是家破人亡 朱龙基气恨南平 于是就抓住了远华案 想借机打下江泽民 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贾庆林 在中央部委这一集 公安部部长贾春旺上任之后 想搞掉前任陶死居的副手李济周 换上自己的心腹 也死死地揪住了李济周与赖昌兴的关系 作为突破口 在军队的总参 江泽民最信任的副总参谋长熊光凯 要整掉军情部副部长姬胜德 所以也是不顾一切的 非要把吉胜德和赖昌兴拴在一起 按照赖昌兴的说法 当权者们争相把政敌 推入厦门远华案的烂泥潭 为了达到目的 就必须把远华走私案 做成一桩最无可赦的铁案 于是没有什么过硬根基的自己 就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了 至于流传最广的红楼 赖昌兴苦笑着说 所谓红楼就是自己修的一座办公楼 是自己办公和住家用的 没有什么风月翘家人藏在里面 更加没有什么针孔摄像头了 这些材料都是420专案组编造出来的 盛雪在做完了 一百多个小时的采访后 颇费周折的 找到了几名曾经在红楼工作过的女孩 然后通过岳阳电话 分别向他们核实 所有人都大声叫驱 我们在红楼就是正常的工作人员 就是干端茶倒水 打扫卫生这些事 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 更不要说什么特殊服务了 而且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 赖老板是个好人 他从不骂人 对我们下属也都很好 谁家有经济困难 赖老板从来都是慷慨解囊 盛雪也了解到 赖昌星的确捐助过几十家希望小学 他捐助过的学校医院和养老院 也不计其数 有些连他自己名字都想不起来 之后根据采访和调查的内容 盛雪写出了《远华案黑幕》这本书 自从赖昌星一家逃往加拿大 中国政府就一直在向加拿大要求引渡 之所以最后引渡成功了 是因为中国政府向加拿大政府保证了 不会判处赖昌星死刑 赖昌星最后一次在媒体前曝光 是2011年7月23号 遣返他的飞机在中国落地后 他被公安戴上了手铐 在逮捕通知书上签字 2012年5月18日 赖昌星被判处无期徒刑 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其后在福建漳州监狱服刑 赖昌星一直强调 自己一旦回到中国 就会死在监狱里 就会死得不明不白 果然2018年有一条传言 说赖昌星于那一年的9月6号 因心肌梗塞抢救无效 死于狱中 中国官方先对传言保持沉默 随后又否认了 香港明报也就此事 询问了赖昌星的家属 他的家属也表示 没有死于狱中这个事 但是赖昌星的身体确实不好 患有多种疾病 在那以后 赖昌星就再也没有出现在 公众的视野里过了 到现在又好几年时间过去了 赖昌星人在哪里 他是否还在人事都无法确认 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赖昌星 绝不是最后一个 走到这种归宿的中国商人 他甚至不是下场最惨的一个 在他后面张昌星 李昌星 有同样遭遇 走同样路的中国商人 太多了 如果这些原本很有才华的中国商人 生在一个自由社会 是不需要通过卷入权力斗争的方式 来扩大生意版图的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如果您觉得咱们今天的话题 或者咱们这个频道有意思的话 就请订个月关个住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 当年的最大走私案 要放在今天也不算个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